有需要來尋求更多的方向跟價值 所以我們今天也很高興 我們就是請到台灣大氣息系的徐光榮老師 來跟我們來做一個報告 就是COP22以後 全世界在氣候變遷跟相關能源傳情的發展方向 他的重點 第二位我們就請到綠色公民情動聯盟的洪森翰 他也來跟我們談相關的能源傳情侶 剛剛可能相關問題 看看有沒有機會來一併 第三位我們就請到我們中心的研究團隊 許建民來做一個報告 這邊我稍微簡介 我們中心也是在這樣的一個努力底下 我想剛剛因為也牽涉到很多價值的面向 也牽涉到很多數據的面向、營舊面向 我們就是也是注意到這個現象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團隊 就在進行已經做了翻譯 就是德國的氣候變遷委員會 在2011年釋出一個很重要的文件 就是社群傳情侶 整個社會在轉型 那德國在2030年的時候 如何朝向一個新的社會企業 那這一個我們就是剛好那個歐陽宇跟張國輝老師 他們兩位在這裡 這是我們進行的 有沒有現在進行台灣版的 來思考台灣未來的社會的價值走向 大家知道這裡邊一定有很多不一樣的聲音 那我們另外一個團隊在談電業自由化的 那個就是林子文老師跟劉淑斌老師在立定的 就是我們的那個林木欣先生在這邊 那我們第三個團隊就是有關氣候減碳跟能源轉型 就是和民修、換美方、高蘇芬老師 那anyway我們剛剛其實談到 剛剛的能源問題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環境保護、空氣污染 那我們也有一個team在 由杜云林老師在立定 在討論空氣污染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一併的 我想也是跟整個 大家現在關心到整個氣候變遷 尤其聯合國這個新的永續發展的議程 所謂的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就是永續發展 我目的從今年開始 到2030就是一個新的發展 那在這一個新的發展 也連結到我們今天大家關心的問題 社會的公平 那這個電價怎麼去計算 電費結構怎麼去計算 能發展在生年會不會產生哪些挑戰 或是我們繼續燒煤 我們繼續燒用核能 這些都是一併相關的討論 好那時間關係 我們第一個 第一位我們請徐老師 跟我們做一個報告 那我們也 我想大家非常關心COP22的一個發展情形 那我們歡迎徐老師 我們還是先請我們的研究團隊來跟我們報告 有關台灣 德國的整個新的社會契約 怎麼發展 那我們怎麼從這個角度來看 來翻新台灣可能的一個走向 謝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那也感謝今天我們兩位的貴賓 來與我們語談 那其實中心團隊這一次主要我們討論 凝聚台灣能源轉型新共識的時候 其實我這邊主要是把趨勢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然後提供各位在討論的時候有一個背景 也可以借著這邊的延伸 那其實我們目前也知道 目前的氣溫是節節高升 那COP21之後的巴黎協定 它已經在一年之內就很快就生效 它背負了很多的期待 而且現在目前已經有到 截至目前為止197個Party裡面 有113個Party也已經簽署這份協定 可是我們還是要從實際的面向來看 這邊左邊的圖表是UAEP在2016年 也就是今年11月 它提出了對於國家制定預期減量的排放量 跟它的缺口 從這邊來看呢 上面這個灰色的部分是 如果按照正常情況下繼續排放 而黃色的部分則是 如果按著國家制定減量的排放 所能夠降下來的碳的幅度 可是我們仔細來看 如果想要降到1.5度或2度C的 這個可承受範圍之內 實際上還是有很多的距離 也就是說全球減碳的努力 其實還是有很多需要處理的部分 另外一方面再看到我們的 與能源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 其實在能源相關的面向 它其實還是持續有上升的傾向 它也大概佔到65%左右的 整個能源相關溫室氣體排放的份額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看到 當然像是中國或是其他發展中國家 它的溫室氣體排放水平 跟它的GDP 好像是彼此是勾連 一樣是二氧化碳上升 GDP就有上升 可是我們如果從OECD國家的面向來看 從10到14來看 OECD國家已經逐漸有這個 GDP雖然還是有成長 但是它的碳排放實質上是在下降的情勢 也就是說我們在一些已開發的國家 裡面已經逐漸看到有一些 改變的趨勢的可能 那在整個減碳這個過程中 能源系統做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特別是化石能源的部分 那化石燃料裡面 又有一個比較麻煩 大家目前已經我們遇到了 包括空氣污染跟整個減碳 所以一個重要的地方是燃煤發電的部分 全球的平均燃煤發電 因為這個圖不是很清晰 那就是全球燃煤發電 大概都是在40%的整個發電量的佔的比例左右 那除了比較高 像是中國可以超過70%這個程度 然後到以色列曾經也很高 但是也逐漸下降 那我們台灣呢 是從90年代開始一路逐步上升 到最近大概持平略有下降為止 但其實也是都達到50%左右的佔的發電量的比例 比如說燃煤發電 其實就是我們很重要的處理的問題 那剛剛講到已開發的國家裡面 像是歐盟28國 以及整個OECD國家 它還是有逐年下降的趨勢 就是綠色線的這個部分 那面對處理這樣的燃煤能源的問題 我們常常會提到 像是核能或是再生能源幾個不同的面向 然後我們前面也提到 包括這樣的再生能源 整個能源轉型的過程中 勢必有一些成本會提升 可是全球的趨勢怎麼來看這件事情呢 我們看到就是各國核電發電量 在1990年到2013佔的比例 當然在最上面這個 在超過70%這一直獨秀的情況是法國的形勢 那整體而言全球的這幾個主要的國家 包括美國西班牙法國 美國西班牙德國 以色列等等 都是有逐年下降的趨勢 除了日本那是2011的時候 曾經一度有一個瞬間下降的趨勢 那整個總體的發電量來看 這是從世界銀行以及IEA的資料來看 其實核能發電已經在90年代 大概是90到95之間 是一個比較高的 它最高峰以後 它就已經開始逐年在整個發電量的比例 開始逐年下滑它的份額 所以很難說 那是一個比較主要被選擇的選項 那再生能源面向 從90到2013年看到的是大部分的國家 這些我們挑出來的幾個比較 已開發的國家 它已經開始有大的上升 當然在這個上升後面 它需要付出的成本 以及它花的時間 其實是有不一樣的狀況 比方說最上面這條 當然是西班牙這個地方 可是它其實也有蠻大的一個成本 必須要去作為它的補助的地方 那比較穩健去做出 這樣的能源轉型的 比方說整個歐盟28國綠色線的部分 以及灰色線有點看不到 但是德國跟幾個國家 它主要都是讓穩健的漸漸轉型 到達25%的份額 這是從90年代開始慢慢進行的能源轉型 那至於我們台灣是紅色線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再生能源 就是持續的比較屬於原地踏步的狀態 那我們在從這樣的趨勢裡面回去看 幾個主要的國際組織 他們對於整個核能或再生能源 作為一個減碳選項的看法來說 可能在國際能源總署 也就是IEA這個地方 它可能強調的是減碳發電 它提出的乾淨能源選項 當然也包括核能 對它而言核能是一個 可以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方式 但是條件在於它是否能夠 能夠確保它的安全性 以及抑制它的風險 在再生能源總署這方面 當然就是它直接就定義乾淨能源 裡面不包含核能 還不至於會產生這種高危險 廢料以及高風險的能源 那我們再看到像是世界銀行 這種財務金融的機制來說 它在福到核災之後 它就已經聲明它不再提供 這樣子核電建設的貸款 那我們中心目前的參考這樣的研究架構 也就是德國全球變遷諮詢委員會的研究架構來看 它其實說明的是核能不是一個最好的選項 為什麼呢 是因為一樣是風險的問題 它建議的是如果長遠來看 我們從根本上來看 還是得用再生能源的方式 來作為減緩氣候變遷的一個主要方式 所以我們就是借助德國全球變遷諮詢委會的一個 一個它的轉型策略的探討 它是一個從1992年大概地球高峰會前夕就已經成立的一個組織 它目標就是為了德國的聯邦政府以及議會 能夠提供它科學知識以及最新的事實 那對它而言這樣子面對整個全球的低碳的氣候變遷 還有低碳社會的轉型以及氣候變遷的轉型 對它而言這個問題 能源系統當然是一個很核心的部分 可是它所帶動的其實是整個能源系統 都市系統跟土地利用系統的各個轉型領域的改變 那在這些領域的改變裡面 我就會發現 我們在說能源轉型到底是在說能源供給面的轉型而已嗎 其實我們不是只有剛才的發電那個轉型 就像早上前面 瑞根學長這邊也提到的是 我們有跟社會弱勢的問題 有價格的問題 有我們的消費習慣問題 有我們的住宅節能的問題 也就是說啟動一個能源轉型 它所啟動其實是一場社會轉型 在這樣的社會轉型過程裡面 我們需要很多 當然有很多的正面的因素 和負面的因素 我們也看見有像Bee Corporation這樣的 新的一些社會創新 也有一些金融的頭帶 還有新的金融技術創新 還有當然是我們的科技日行月益 當然在整個再生能源發電成本也下降 當然我們 但是我們的負面因素而言 我們還是始終就是有一個利益成本的問題 我們也還有我們整個國家發電的路徑 路徑依賴和它的結構性的問題 還有一些當然就是我們很難 馬上就去處理了比較短視的方面的情況 所以問題就在於我們如果是在推動能源轉型 我們其實是在除去整個舊的社會裡面 既有的這些結構性的阻礙 還有一些既有的結構問題 如果沒有處理這一塊的問題 其實很難加速整個能源轉型 那它在這個提供的過程中 它就提到了比方說 如果在這個轉型的過程裡面 紅色是會逐步讓你在推動的時候 它就會漸漸升高的這些阻礙 包括路徑依賴 還有一個急迫性的時間架構 比方說我們現在有一個2025要達到的 這個飛蛾家園還有再生能源的佔比的挑戰 那還有一些既有的 如何達到全球合作其實的結構性問題 還有我們其實我們的都市化腳步的速度 以及實際上很顯然的就是火力發電 還是有它的價格在某些地方 還是有它的價格優勢 可是我們也不是說都沒有毫無助力 當你有看到這邊有一條綠色的線 可以穿過阻礙 它明顯還是有一些要付出的成本 可是它的成本較原來的預期成本會低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還是實際上有一些低碳的技術的科技的發展 以及我們的金融投資的合作 以及整個社會的價值面的變遷 還有整個全球知識網絡的連結 以及整個來說互利共生的結構 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 就是德國議員今年來台 在討論這個能源轉型的過程中 他就很自豪的說 德國先花了這個20年左右的方式 在FIT的方式他繳了很多的費用 可是他所帶動的其實是跟荷蘭這些國家一樣 他帶動了整個再生能源成本的下降 整個技術的發展 也就是說今天台灣在進入到整個這個發展的過程中 我們要跨過的門檻 按理來說是比德國20年前是低的 那我們今天的金融投資也有更多的選項可以進入 那政府的支持度也有更多的改變 甚至我們的社會 包括我們最近這幾年的空污啦 各式各樣的環境問題 其實我們的價值可能跟20年前已經有了相當的不同 這些都是可以幫助我們轉型的一個推動的助力 所以雖然全球變遷諮詢委員會 他在提出這樣的報告 他在歷年來這樣子一直分析德國的轉型的問題的時候 他知道這件事情很困難 可能在這個時候 國家也沒有辦法每一面都cover到 可能他需要做一件事情 他需要能夠培養一個環境 我們的轉型如果有三種情況一種就是 完全的失敗氣候的危機 另外一種是我們要轉不轉推動了一些沒有實際的措施 可能制定了一些排放的措施 但是既達成了也沒有效果 或者是沒有達成也無所謂 或者是我們好不容易結了一些人 但是卻用了更多的其他的電子用品 然後其他的這種消費用品 結果造成了這種反彈的效應 這種反彈效應是造成的結果就是我們 我們依然沒有辦法真的能夠達到一個低碳社會的結果 要達到整個低碳社會的結構 就需要一個積極主動的國家 他必須來能夠培養整個社會行動者 他能夠參與到這個轉型的戰場裡面去 讓他們是原本從有利及可循的這些行動者 能夠變成一屆的領袖以及主流化的過程 德國全球變成質詢我會提供的當然是一個德國的脈絡 相對而言 就他們自己看守德國來看 他們也不覺得德國可能還是最好的一個模範 在他們的排名 德國大概在這邊 我們台灣大概在52名 就是跟去年一樣還是同名次 就是其實我們的那個對於整個排碳接的面向 還是排名較低的 然後我們整個CO2的排放量 就IEA2016最新的資料來看 到2014年之前我們全國的排碳量在世界裡面排名是21 人均的排碳也是19 也就是說我們還算名列前段版 對 在這方面名列前段版的過程中 我們必須要來面對我們的化石能源結構的過程 以及它大的排碳量的問題 那在這個問題裡面當然還有前面一場我們提到一些 比如說社會結構裡面的弱勢 社會結構裡面的發電結構 用電習慣等等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有面對一個COP22 川普效應 未來這個新的國際情勢裡面 台灣應該怎麼去在裡面重重取得合作 我們是有這個考量 那這個觀點 好 所以在整個報告裡面 他問題 他的前後有兩句話很呼應人的 一句就是 前面真正難的 不是要 是不是那個能不能 而是做不做 那再來後面一個問題就是在於 我們的難處不在於不行 而在於除救 我們怎麼去改變整個結構去調整 去因應這個新的情勢 好 我簡單先報告到這裡 謝謝 接下來我其實是要跟這位 報告一下 就是COP22的一些觀察 那基本上呢 這個會議包括了一些 基本上這個會議是三個會議在一起 一個是這個UNFC 就是聯合國氣候變化 剛要公約的締約國大會 聯合國氣候變化 剛要公約的締約國大會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京都議定書的第十二次會議 然後就是巴黎協議的第一次締約國的這個會議這樣 基本上呢這個是第二十二次的會議 其實去年呢在巴黎的時候 簽訂了所謂的巴黎協議 它是一個所謂的agreement 跟京都議定書protocol 是不一樣的意涵 那這個巴黎協議呢 為什麼要先談這個 因為二十二次的這個會議呢 其實是為了前面已經做了這些決議之後呢 它要為了這個決議做出來的東西 去設計怎麼樣的方法 怎麼樣的規範 所以這次的會議基本上是 主要是在做這些事 那巴黎協議呢 是有很多歷史性的決議 基本上呢 它的目標講得很清楚 氣候變化綱號公約 大家要做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希望增溫不超過攝氏兩度 遠遠不超過攝氏兩度 希望目標放在攝氏1.5 這個是大會裡面第一次把這個東西寫出來 在過去其實從2012年開始 海島國家就在增溫說應該要討論1.5 可是一直都沒有正式的寫出來 那這次是真的把它寫在文件裡面 那這後面是它的第幾條裡面寫的這個 然後呢更具體就是說 假如我們希望達到增溫不超過1.5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到呢 就是希望人類所有的排放能夠盡早達到最高峰 然後呢 在本世紀中之前達到零碳排放 零碳排放喔 零碳排放喔 所以就是人的排放跟自然的吸收相當 其實就是零碳排放 那這是一個很嚴峻的條件 不然的話你是沒有辦法達到增溫不超過1.5的 那這個跟京都議令書不一樣的是 所有國家都參與 而且呢沒有規定你要做多少 但是你每一個國家都送上來 你自己說你自己可以做到多少 自己做到多少 然後每五年來調整 大家重新來檢視 這是一個公開透明的過程 所以假如你已經做得不錯了 就希望你可以把你的目標再提更高 假如你做不到 那是不是大家都來幫你呢 所以他們就希望用這種方式 來讓這個減量的幅度可以不斷的再增加這樣 那另一個重點呢就是超過 就是以開發國家要提供每年 1000億美金的財務援助啦 那假如你自己國家做的有限的話 那你可以透過市場機制 去減量 那第一次的這個NDC的這個review呢 是從2018年開始 所以其實這個會議的主要過程呢 就是要再來怎麼樣把這些 該有的條件跟方法設下來 那基本上呢 剛剛前面的講者已經提過了 這個巴黎協議呢 已經在今年的11月4號正式生效 所以總共已經簽的締約國呢 已經是113國了 那簽約的這些就是Retify 不是只是Sign Retify的國家呢已經113個 超過全球總排放量的大概快八成了 快八成了 那跟京都議令書的差距在哪裡呢 這是意思有史以來 這個國際的協議生效最快的一次 為什麼這麼快生效呢 其實反應的大家大部分的國家 都認為這個問題非常的嚴峻 而且必須要趕快的去處理 那為什麼會有達成巴黎協議 那麼具有野心的目標 其實是因為大家都認知到 已經有方法可以去處理了 再生能源不是像很多台灣人想的那麼貴 而且為什麼這些國家去做呢 為什麼這些國家去做呢 是因為所有的國家都會發現 你要知道中國美國絕對不是善男性女 他為什麼很主動的去參加 是因為做這些事情對他的國家有利 而且是利大於弊 所有國家參加的這個呢 是因為他的利大於弊 所以我們要記住這樣子的一個背景 不是一個環保的議題 我要強調我們台灣一直認為 氣候變遷是個環保的議題 是大錯的 是一個整個國家發展的問題 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健康問題 所有的問題都在這裡 所以所有的高峰會都會談氣候變遷 不是只是單純的環保議題 那這次的會議呢 除了正式的一些條件的制定之外呢 還有廣邀非政府的代表參加 地方政府啦 地方政府金融業 能源業農業 社區民間團體 各種團體來參加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不是只有中央政府去做就夠了 而且是希望有整個的氣氛帶起來之後呢 可以讓這樣子的行為真正的能夠去落實 所以重點 這個整個會議的重點就是 快來不及了 快來不及了 為什麼會來不及呢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 人為排放要等於自然吸收 也就是本世紀中怎麼達到零碳排放 基本上呢 在早年的時候 我們大家說增溫不要超過兩度 那不超過兩度 照科學家的計算說 我們總共歷史上可以排放多少公噸的二氧化碳 這是可以算出來的嘛 有多少公噸到空氣裡面 多少到海裡 多少被土壤吸收 所以多少還會留在空氣裡面 所以總共呢 我們應該只能排放三兆公噸 那我們已經到了2011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排了兩兆公噸了 所以我們剩下來的排放空間呢 從2012年開始呢 只有差不多一兆公噸 那可是我們這 對不起啊 我們這幾年呢 已經排放了1570億公噸了 所以2016年之後呢 大概我們只有 就是從今年初開始 我們只能夠排放840幾億公噸 不是 843GIGATON 8400多億公噸的這個二氧化碳 那這個是針對增溫不超過兩度來算的 那我們希望增溫不超過1.5這個空間就更小了 所以就有人去討論了 這個呢 這個是我們已經在開發的礦 化石的礦 能、煤、石油、天然氣已經開發的這些reserve 那這個假如我們把已經開發的reserve都拿出來用的話 它一定都會一定就超過攝氏兩度 所以假如我們說增溫不超過兩度的話 一部分就不能用了 然後假如我們希望增溫不超過1.5的話 那更多的已經開發的喔 已經開發的就不能用了 甚至假如說我們已經發現的 Proven reserves 已經發現它有 但是我們還沒有正式的開採 假如把這些都算進去的話 假如我們把這些都去用的話 那其實一定增溫超過2度 所以現在有一個運動 就是把化石燃料 三分之二的化石燃料留在地裡不要開採 不要開採 現在有這麼一個運動 或者另外一部分的人就在推暢 什麼叫做divestment 就是金融機構不可以再去投資 跟化石燃料有關的設施開採管線 運用燃煤電廠這些都盡量避免去投資 確實煤礦的產業最近是崩潰的 那你也看到油價最近也是比2008年掉了很多 其實大家沒有注意 沙烏地阿拉伯在今年中的時候 4月左右就發表了一個新的經濟政策 就是希望沙烏地阿拉伯在2025還多少 希望他的經濟是不再靠石油的 因為他也認知到有這樣的危機了 所以這個字看不見了 這個看不見了 我這邊看不見了 所以假如是增溫不超過1.5度的話 這個可以排放的這個空間就更小了 那我們一年排放多少呢 我們一年大概排放差不多360到390億公噸 所以這個空間是很小的 大概10幾年、20年不到 那剛剛其實大家有看到這個圖 這個是UNEP每一年都會出所謂的 Emission Gap Report 那這個是假如我們這個淺藍色 是假如我們增溫不超過2度應該走的路徑 這個是到2030年的時候 那這個是我們的這個 目前各國送來的INDC 所有都加在一起的話 這個跟去年的report是基本上是一樣的 除了加這個後面 所以假如我們希望增溫不超過2度的話 我們到2030年呢 目前的排放看起來還會多 每年多120到140億公噸 那假如我們希望增溫不超過1.5的話 這個Gap就更大了 這個Gap有多大呢 大概是我們排放量的3分之1左右 就是全人類排放的3分之1左右 所以這個目前大家做的是 做不到增溫不超過2度 甚至當然不能到增溫不超過1.5 但是希望從每5年的review 讓大家互相學習用同才的力量 把這個減量的幅度變大這樣 那所以有哪些可能可以做的事情 哪些進程可以做的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做哪些事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鼓勵再生能源的發展 把所有的燃煤電廠關掉 然後把這個化石能源的車改成電動車 然後在這個虛平的航空的部分努力 另外呢其實很重要一點 我們台灣都很少去談的 就是每年要更新舊的建築 讓它做得更絕緣 然後其實歐洲有一些國家已經開始實施 2020開始所有的新的建築物是零碳排放 這是可以做得到的 然後等等等等 基本上呢大家會問 特朗普當選了會不會對他 對這個氣候變遷的這個議題有影響 目前看起來是不會 因為他說要退出 但是大家知道我們現在已經有113個國家 Retify 所以少一個國家並沒有 並不會影響 那美國呢大概的排放是佔全球的 大概是18%不到啦 所以他現在簽署的已經是快到八成 所以即使美國退出應該也不影響這個巴黎協議的這個生效 那所以但是是會打擊全球減量的這個士氣啦 那美國的一些現有的法案呢 可能有的會受影響有的不會受影響 那去年中的這個所謂的clean power plant這個計畫 就是規範所有的燃煤 新的電 所有的電廠 不是新的電廠 所有的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呢 在2030年的時候要比 2005年少30% 那這一項活動 其實還在法院 因為有二十幾個州在告 但是呢其實因為再生能源的價格 還有因為這個天然氣的價格便宜 所以其實是因為價格技術的更新跟價格 所以這一件事情呢已經在進行中 很多電廠就 電力公司就把它燃煤電廠關掉了 所以其實他應該是 對才實施不到一年 就是一年半的時間 他就已經減掉12%了 所以照這個趨勢來看 甚至會提早完成 所以這個川普當不當選 這個不影響 但是每國的這個目標呢 會不會受到影響還不是很清楚 那川普甚至最近突然講說 哎呀他覺得氣候變形 好像跟人有一點關係這樣 他自己開始轉彎了啦 所以基本上在這個會議裡面呢 即使大家說川普要退出 但是沒有一個國家會跟進 甚至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他說他也要做 所以他不會理會 川普要不要去那個 對不起 然後我們台灣呢是怎麼樣呢 我們台灣其實 這是台電公司的火力發電的計畫 你可以看到我們要蓋的喔 已經把那個舊的更新的去掉的話 規模增加至少有9個Gigawa至少 而且大部分都是環瓶通過的 所以台電公司 假如他這些電廠都去蓋的話 我們的二氧化碳排放 是不可能減下來的 不可能減下來的 然後呢我們其實有設一些法案 我們的溫室氣體減量法呢 說2050降成2005年的50% 那其實就是說2050年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排放是1990 這跟所有國家的這個目標是 是有一段很大的差距 大家都是以1990作為基準 來增量減量啦 我們是用2005年喔 那當然也有美國是用2005年做目標 那2005年的目標比1990大概是多15% 那溫室氣體的總量排放交易呢 這個基本上這個溫室氣體 減量跟管理辦法呢 其實是講了一些東西 但是沒有真正的牙齒 也沒有詳細的排放路徑 也沒有排放的最高年 我們也沒有進度跟集合的機制 所以到底有沒有想要認真的執行 是值得懷疑的啦 然後呢我們在去年11月的時候 我們也提出來說 台灣有自願減量的承諾 但是我們的自願減量承諾說 2030年呢是會比BAU少50% 聽起來是非常的好像具有野心 但是呢假如你畫圖的話 你就發現我們的BAU是這個樣子了 是非常的突兀 我們的實際發展是這樣 應該是會逐漸下降了 我們的BAU呢突然增加 所以呢其實假如我們呢 照這個圖的趨勢來看 我們就自然而然就到了我們的2030年的目標 所以我們要不要做呢? 我們有沒有認真的要做呢? 然後呢我們的再生能源發展 剛剛其實也稍微提過了 我們再生能源的目標呢 最早原來是10個GIGAW 那最近呢一直在調整 慢慢的增加 最新的我還沒放上來 對不起 我們風加太陽能的比例 其實還到了去年底還不到1% 我們把燃燒廢棄物也當做再生能源 這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你把化石那個泡棉那些拿去燒 泡棉是哪裡來的? 泡棉是那個化石燃料做的啊 所以它能不能算再生能源 那個就佔了1%左右 所以我們基本上應該是只有差不多不到1% 那我們希望2025年的時候達到20% 那當然日本的發展也不是很好 不過他們比我們快很多喔 他們2012年才開始發展再生能源 但是呢他們在2014年的時候 太陽能已經是佔2% 那日本的電力也是比我們要高很多了 整個發電量 所以我們到底是無為而知還是放任了 我們的目標 基本上我們做的這些目標遠景法案 似乎是只為了存在而存在了 那看起來跟國際的這個趨勢 是一直在不斷的變得更嚴格 我們好像都沒有在動這樣 那其實我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 將來糧食 水資源 能源 公共衛生 都會受到影響 我們有沒有認真的來考慮 在未來氣候變化的越來越厲害的時候 我們的各個部門要怎麼樣的去適應 怎麼樣減少受災 那再生能源的這個技術優勢 我們為什麼難以發揮 那尤其最近的電業法的修法 真的是倒走倒回頭戶 還保護台電公司的既有什麼什麼什麼權利之類的 那基本上為什麼難以發展 就是台電公司的主腦 那我們給予能源都一直在談 關燈拔插頭 所以乾脆就這些燈都不要裝了 一開始就不要裝了 為什麼要裝浪費錢 你能不能用感應 那我要稍微提一點 不是所有的節能都耗錢 節能有便宜的節能 有貴的節能 所以譬如說我們80戶台大的社區 我們把我們所有樓梯間改成感應室 花了差不多不到五萬塊 不到八個月 差不多八個月就回收了 就是看你的節能是在談哪裡的節能 所以其實有人評估過 McKenzie就做過評估 節能有便宜的有貴的 那你可以從開始 從容易做便宜的做 所以不是節能都是貴的 這要記得 這要記得 那我們台灣人目前盲目的 投資大型的燃煤電廠 假如氣候變遷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那很可能未來我們的這種電廠 還要再用三四十年 我們不可能減碳 那我們是不是要接受國際的懲罰 假如有懲罰的話 或者是說好我們就決定中途不用 這個都是一個損失 那我們是不是先要來考慮這樣子的問題 那氣候變遷越來越嚴重 不行動 未來可能生存發展都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而且真的是快要來不及了 那給大家看一個就是最近可能很多人沒注意 北極的溫度 北極的溫度是比正常溫度高二十度 你可以想像嗎 攝氏二十度喔 這一個禮拜都是喔 科學家都嚇壞了 這個跟他們模式裡面根本 模式找不到這樣子的預測 所以冰都不太結 冰不結的之後呢 會吸更多的熱 本來冰是反射的 那未來會發生什麼樣的現象不知道 所以我認為其實在氣候變遷的問題之下 有很多是我們不知道是會怎麼樣發生的事情 所以最好的行動呢就是 我們能夠有能力盡量減緩的時候 目前的成本還不是很高 那假如我們不去做 將來受災的損害是越來越大 所以解避免的成本是比後來 事後要去收拾的成本要來的少 所以我們真的應該要趕快去做 這是我跟各位的報告 謝謝 第一萬最新全球的發展趨勢 跟台灣的應該會做成 那我們下一位就請到 我們有投影片 你們有投影片 我們有投影片 你們有投影片 你們有投影片 對 我們有投影片 那就請大家上傳 那個節目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綠色共鳴行動聯盟 然後洪森和牧密書長 來跟我們講一下這相關方面的發展 大家好 其實我覺得非常非常感謝封衍中心 跟像剛才徐老師 還有封衍中很多的博士生的團隊 其實剛才在一個半小時裡面 給大家其實很多新的資訊 我其實也很有學習 那我這邊其實比較想要針對 因為大概一兩個禮拜前 收到這個邀請以後 其實就去做一些相關的 包括這次其實會拿出來的一些資訊的了解 我事實上我自己覺得現在依照台灣目前在討論 能源轉型的問題上面 我其實針對台灣在推動這上面 我想分享一點自己在這裡的觀察 確實從新政府上台以後 其實它宣示廢學家庭的目標 甚至也因為這一兩年空屋的問題 所以其實它也至少在態度上面 看起來的態度上面覺得說 是不是要去把燃煤的問題納入考慮 可是對於到底燃煤的減量的這個相關的騎乘 其實確實也是一直猶豫不決 那當然新政府現在比較多的會是在講說 2065年的時候再生能源的發展的比例 也要達到所謂的20% 但就像剛才徐老師的投影片上面 告訴大家現在我們大概是在非常非常低檔 1%上下在這邊猶疑而已 那大家會對於說在10年以後要到20% 當然也有很多人會提出很多的問號 那我自己的感覺是 如果你去做一個新聞的搜尋 從現在到甚至也許到蔡英文政府 不要說他520上台以後 從他選上以後這段時間裡面 你聽這個新的政府新的團隊 其實要去講能源的問題 能源轉型的問題 恐怕我覺得恐怕可能會有超過100次了 就是說他並不另惜於做出口頭上面的宣示 跟提出他的目標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大家看得很清楚 就某些部分來說 我不懷疑他們確實是把這東西當作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但是我覺得我們在這裡面觀察到 看到幾個狀況 我覺得是比較嚴重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現在遇到一個問題是 即便意願上面看起來有想要所謂的轉型 但是轉不過去怎麼辦 那這個轉不過去裡面我覺得面對到幾個事情 過去其實台灣的整體的這個 包括是電業的樣態 台電的樣態 包括是處理在能源一體裡面的樣態 其實他有一些他既有的一些結構 舉例來說我們以前其實 我們非常非常不送是需求端的問題 如果我們在講說能源 我們大致上區分為一個供給端一個需求端 那有人會在中間增加一個系統端的問題 我們其實以前大部分 可能大家其實也很容易理解 台電基本上我們以前的能源問題的處理就是 台電來把他這些大電廠給管好 管到有一定的這個 一定的這個發電的效率 然後管好這件事情 然後他可能把我們的這個電網給鋪設好 然後配電做了 那後面就是屈處來收電費 這其實就是我們過去的這個陽態的這個機構 可是當我們今天面對能源轉型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當要開始走向能源轉型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遇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非常非常 可是我說這個問題的意思不是說 我要去打擊能源轉型的心情 而是我覺得我們必須先提前認知到 到底在這條路上我們會遇到哪些問題 我們要做出哪一些的準備 我覺得現在是在這個部分其實是卡住了 我覺得會在這個部分其實是一個卡住的情況 舉例來說其實剛剛不管是剛剛像許老師也好 或者是剛剛瑞根在報告的時候 講到說我們要提升能源效率 這其實都是在需求面的問題上面 其實是希望有一些更大幅的進展 可是我們在既有的我們的能源治理的配置上面 在需求單幾乎是沒有配置什麼資源的 非常非常非常少 你去問台電的區處,全台灣的區處 恐怕每一個區處 特別去處理節能問題裡面 一個區處可能就配置一個人 台電可能有三萬個員工 你問他有多少比例是在處理節能的問題 處理需求面的問題 其實比例是非常非常少 這其實都是可以看得出來的一件事情 那剛才在講到電價的問題 其實今天風雨中心其實提出來 能源貧窮的這個議題 其實我是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議題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觀察到一件事情 其實新政府當然他在 也許他從選年在競選的階段 他其實提出希望這個低碳也好 不管是非核也好這個目標 可是其實新政府對於能源價格工具的使用 是相當的保守跟保留的 是相當保守跟保留 如果你們去看他其實在 從他競選階段提出證件以後 價格工具其實他一直不敢去講 所以在這裏面說 我不會大幅的漲電價 或者是在這些用字潛質上面 收到很多的批評 那剛剛講的這個電價的問題 其實現在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倡議的機會之窗 為什麼這樣講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明年的二月其實是我們現在電價公司 就是要再重新renew的一個非常關鍵的時間 這個電價公司的處理裡面 其實電價公司就是一個很冷視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這個公司怎麼改 最重要的問題是這個新政府 他的電價政策到底長遠的方向在什麼地方 他願意把哪些成本 納進來做計算跟考量 其實這個電價公司怎麼修 他就是一個很冷視 其實電價公司的本身不會是錯的 問題是新政府願意把哪些成本納進來做計算 再來一個問題是今天風險中心提的 出來一個成本以後 要讓這個分攤的結構 應該怎麼樣去設計這個分攤的結構 那我覺得現在很可惜 這也大概是八月多的時候 有一次在經濟部他其實找大家去談電價公司的問題的時候 大家就是在看公司 怎麼看其實這公司其實就是一個很冷視 就是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問題是新政府對於他 他一直不願意去講 像我們現在在提的外部成本的問題 到底要怎麼被納進來計算 是不是應該把在這裡面繳納空物基金的比例提高 是不是應該發展能源稅 是不是應該有更多其他的規費 要把這公司拿來去計算 其實一直非常非常的保留 下面一個問題是在這個電價公司裡面 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 其實我們整個電價制定的一個原則 就是從去年初開始 有所謂電價公司以後 他是經過了這個公司的計算以後 會出來一個平均電價 在針對這個平均電價以後 去做這個也許商業的用電 住宅的用電工業的用電的一些去對應 然後去產生他的集聚 可是目前經濟部始終不願意把這個 產生平均電價以後 你怎麼去Mapping出你各個用戶類別 他的這個Mapping的這個方式 攤出來讓大家一起來做審視或者是相關的審議 現在他說我要來修正電價公司 我要來做很多的一些相關的社會資訊 可是後端這件事情是不願意的 所以就像今天風險中心提出來的這個 所謂300萬的這樣子能源貧窮的東西 其實就應該要進入到 我們其實現在在整體在電價公司 在討論的時候 甚至在後端 我平均電價出來以後 我要怎麼去對應到 我這個上面真的產生出 我價格機制Mapping上面的設計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實因為剛剛那個風險中心提出來 我其實就想到說 我們可以理解確實電價的問題某個部分 它其實也不是只是一個經濟問題或數學問題 它其實是一個政治問題 可是我真的我確實感覺到 今天如果像有風險中心提出來的這個數據的話 今天如果新政府他願意提前的先說 我們優先的來處理也許這300萬戶的潛在的 這個會受到電價波動高風險影響的人 在這個先做 先做出一些具體的成果以後 你後面要來做電價的調整的時候 其實相信整個社會的壓力一定會小非常非常多 你也許先優先做半年 先做多少時間 那大家感受到你開始有具體的作為以後 你半年以後要來調 其實那個整體的政治空間一定會大很多 所以我自己覺得像這樣子的一個研究 其實在整個政策 我覺得不只是政策規劃 而是政策的agenda的設計 其實是相當有意義的事情 我也在想補充幾點 因為我覺得現在太多事情 全部都卡在電價的問題上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大概在兩三個禮拜前 有一度報紙有寫出來說 台電今年的盈余會有多少錢 可能會有600億 那目前這600億會報什麼地方呢 這600億就會 目前的機制是他就會先放到台電的賬戶裡面去 因為這600億是所謂的超額盈余 那台電的說法是 放心放心 他會把這600億跟他的整體的利潤去分開 但是其實到現在 大家並不知道這600億會什麼樣子的使用 其實是不知道的 那前一段時間大家在討論 我知道行政策他們在討論 台灣接下來三年的節能政策 三年的節能政策裡面 要投入多少的經費 行政要投入多少的經費裡面 遇到一個問題 其實行政沒有太多的錢 可以去處理這一塊事情 可是所以你就看到一個荒謬的景象 是今年光台電就賺了600億 放在那個地方 大家不知道怎麼用 可是其他的部門其實很需要經費在支援的 其實卻一直找不到很明確跟穩定的裁員 這意思是說 這整個政策設計的流程裡面 看起來是出了一些問題 沒有人有辦法可以去出來整合整體 在能源相關的預算跟經費 他應該做一個怎麼樣整遠長期的規劃 所以變成卡在這個地方 那後面的事情就是說 即便你不管是蔡英文也好 林全也好 怎麼樣在媒體上面宣誓要做能源轉移 甚至之前 前幾天 林全院長他還講說 我們不會再等 對於在身邊沒有行刑的人 他剛才講這樣的話 可是你在後端的政策規劃裡面 所有的相關的資源分配裡面 都卡在這個地方 都卡在這個地方 那再講一個事情 其實同樣的攸關這個事情 剛才其實也講到 像這個智慧電表的部件 抵押智慧電表的部件 大家也知道 台電現在購買非常非常多智慧電表 但它現在是一個沒有傳輸功能的智慧電表 可是第一個 這個月的實施期間 目前看起來只有700戶去做這個申請 然後大家覺得 怎麼這樣 是不是台灣的人 其實台灣人就是不適合智慧電表 甚至有人這樣問 可是這回過頭來 其實確實都是電價機制的問題 讓大家其實基本上沒有誘因 可是我們確實沒有辦法 有一個比較 拉出來一個比較上位的東西 去看待所有這些問題 是不是應該全部都放進去 電價政策的規劃裡面 做綜合性的規劃 跟綜合性的處理 不然只是變成是邊邊角角 各自在處理問題 可是最大影響的機制 其實一直沒有辦法去碰觸到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在說 我們其實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是接下來如果要走上能源轉型的工作以後 包括是不管是節能的部分 系統面的部分 我覺得都會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為什麼 以前其實台電就是在他自己的這個土地上面 把電腦給蓋起來 接下來當進入到再生人員是不一樣的 你需要很多民間資源的動員 民間資源動員包括資金 包括土地 包括建物上面的面積 這些都是過去其實台灣的能源制裡面 沒有經驗做的事情 你會遇到很大量的這些問題 所有現在台灣既有的能源局的官員 對於這些事情都是非常非常陌生的 他不知道怎麼去跟民間做民間資源的動員跟互動 所以這為什麼是我們其實在說 其實現在反而是要怎麼樣子 在特別是政策或治理的流程裡面 要騰出一個什麼樣 要騰出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裡面包括它是有不斷的 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能力 甚至某個部分我會覺得 它甚至要有一些train arrow的空間 因為我們過去的這個政策的制定裡面 其實都是很怕做政策上面的嘗試跟創新 因為做了創新以後 如果效果不如預期 大家就要被究責 那公務員就會想把這個政策 最好是收到抽屜裡面 大家裝作沒這回事 可是如果我們在這麼多新的嘗試裡面 沒有提供一個政策制定 像train arrow的空間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在既有嘗試的基礎下面 去做更多的修正 我說這是一個 我覺得它可能跟過去政策制定的邏輯 跟自己的邏輯都會相當不一樣的地方 那甚至也包括是民間的能量跟民間的資源 要怎麼來協同這整體的轉型的工作進 基本上是在民間團體裡面的 NGO團體一個工作者 那但是現在看起來 尚未是有一個這樣的機構 可是我自己的觀察是 目前這機構比較像是 在行政院的一個幕僚的單位 可是這決策的過程裡面 是否已經有很大幅度的影響 跟扮演角色 我覺得這部分其實需要有很多的觀察 我再講一件事情 在這兩年時間裡面 我們確實有看到有一些工部門 他為了想要做能源或節能相關轉型的工作 他自己其實有把一些空間給開放出來 比方說我多舉例 我們就在講 像新美市確實他成立了某一個能源委員會的 這樣子的進行 他其實有釋放出一些 大家共同來做一些討論跟決策的空間 我必須承認是有這個狀況 但是反而 往往是民間的能量不足以去支撐出 他開放出來的空間 我坦白說 我們去面對像這樣的現實 確實還是有很多的 在這種委員會裡面的參與者 我自己以前 因為我是徐老師的學生 我自己看過以前徐老師 在當環評委員的那種 幾乎是那種 非常大的時間人力的那種 投入的那種狀況 可是真的有很多 其實民間的 不管是學者或在這裡面的參與者 他還是用的心態就是 我就是出席一次會議領兩千塊出席費 在這個會議上面講五分鐘十分鐘的話 在這樣子的整體的民間的資源 跟這個力度的支援上面 其實確實恐怕是不足以去支撐出 其實大家希望一個整個大的方向轉型 所以我剛才講的幾件事情 是包括政府在治理跟決策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恐怕不是口號的問題 現在問題是方法 你怎麼設計出 重新一個治理的格式出來 讓這些事情可以重新的發生 那也包括是民間的能量跟民間的這個資源 你要怎麼樣去產生一個比較大的協同 甚至要去挑戰我們過去可能不是那麼熟悉的問題 比方說我自己沒有在政府裡面工作過 現在當我們可能去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確實都是很新的學習跟挑戰 說實話是這件事情 那我自己反而現在會是在覺得 常常會想要做比較多的提醒是 怎麼樣把問題給辨識出來 這個問題不只是我們什麼地方 什麼決心的 除了決心的問題以外 我覺得更會想要提出來更多的是 把我們在執行跟規劃的 在裡面遇到的結構性的困境必須提出來 反而我們需要花在這個部分的 處理的能量會需要更多 這是我們在這裡面看 講到的一些觀察 謝謝 我們那個 我想聖安培長的提高竊林 非常關鍵的提到台灣整個能力轉型的一些重點 其實最後還是談到質疑面跟政策面 這就是今天台灣其實很需要的一個地方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開放給大家同仁來討論